睽違三年金融港迎接国际邮轮 出现双轮会 金融市政府和港屋分公司盛大迎接 三 二 一 请启动 请掌声 请客 金融市长谢国良亲自自政 两位船长邮轮造型抱枕 向全国民众喊话 欢迎游客看邮轮 搭邮轮就来基隆 呼吁我们旅客来看邮轮 搭邮轮就要来基隆 我们预计也掀起一波 基隆的旅游热潮 为基隆市城市注入新的活血 那当然我们基隆市 也要有充分的准备 来迎接邮轮客的观光 所以未来国良跟我们市府团队 会努力的在市府的团队 共同努力下在邮轮下船的周围 我们要努力布建更多的观光资源 更多的观光内容 让这些邮轮客也好 外线市的旅客也好 来到基隆 来到基隆港会留下来 而不是坐了游览车就离开 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地方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但这个是我们的既定政策 这是我们的既定方向 我们也希望来跟各位先进来报告 基隆港难得出现双邮轮景象 立委蔡思英和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和市议员们亲自到港边 迎接双邮轮 三年了基隆的这个呃观光邮轮终于回来了 我想今天是值得基隆人骄傲跟感动的一刻 那基隆接下来我们引向大海时代 400年来 我们本来就是国际航线的第一出口 跟进口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我们基隆市政府 跟港务公司 大家继续一起来努力合作 找更多的邮轮进来 让我们的邮轮观光客可以在地消费 让我们的基隆可以大家看到我们这几年的进步 让我们会持续努力 最近很热门的这个捷运话题 我相信捷运到基隆 未来才能真正串联海港跟空港 相信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基隆人未来是值得骄傲的 除了这两艘挂靠港之外 我们在3月24号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以基隆为母港 我们的法国的庞洛邮轮 也来到了基隆作为母港 我相信这个对基隆来讲 除了挂靠港之外 另外一个以基隆作为 犹如母港正式的起航 未来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中央跟地方 在许多的联合行销方面 一起来搭配 一起来负责 那基隆过去这几年 市应还有我们的市政府努力之下 我们推动在基隆 有许多重要的公共建设 我们看到的环港商圈 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漂亮的平台 都是过去这几年 在疫情时间 我们努力把它完成的 这些就是未来的游轮观光客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基隆 那当然还有正在新建 即将完成的基隆塔 或者我们的转运站等等 我相信对于我们的 游轮的观光客来说 他看到的一个基隆 将是一个崭新面貌的基隆 那其实在游轮停靠的时候 基本上他停留的时间 大概在八个小时左右 那在这个八个小时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有效的行程 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旅客 能够在短时间内体验基隆之美 台湾之美 我觉得这个是中央地方政府 都必须要共同努力的一个 共同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基隆捷运 在第一阶段的环平也通过了 未来其实在整体的 基隆河谷廊带的发展 在串街双北上 我们会有一个更大格局的一个愿景 来去做这个包含桃源空港 跟基隆这个海港的一个串街 随着疫情解封 政府和交通部都做好准备 迎接国际游轮市场 在疫情之前 以基隆港为例 大概是每一年600艘市 那会带来将近百万的旅客 那从今天揭开游轮的新篇章 我们就是从这七首市 快速地让辽多地区的游轮 能够快速成长 那我们台湾 高雄 基隆 两个游轮母港 也能够带来更多的光光挑战 然后如果是连同双北 我们再把它估计进去的话 上看10亿的一种产数 那以今年来看 今年我们只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 四分之一的一个 游轮的一种烧自数 所以如果能够恢复到 过去疫情前的一种状态的话 那我们估计大概也40亿以上的一种产生 疫后国际游轮抵达基隆港 出现了双轮会 引起热烈讨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